嗨大家好,我是坤 最近你们是不是被古爱玲刷屏了 有的人看到她的优秀和优越的家庭背景就一梦了 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她全世界的家 也从她的成长背景聊一聊 是不是家底好才能追梦成功 古爱玲出生在美国旧金山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从小和妈妈还有姥姥住在一起 古爱玲在全世界有很多个家 住的最多也是装修的最精致的就是旧金山的家 她的家是一个三层的别墅 带院子 市价大概是400万美元 也就是2000多万人民币 她家一进门就很好看 这是红色的大门 可以看到玄关还有古典式的铁翼旋转楼梯 一层是客厅 有壁炉和大大的地毯 墙面整体是白色比较简洁 没有壁纸也没有墙面装饰版 但挂了很多画和照片 客厅有大大的法式裸底床 对着前院 爱玲经常在前院的树上爬树 这个大落地窗呢 也把室外的这些绿色的景观延伸到了室内 旁边也可以看到是西方人很喜欢的壁炉设计 然后上面放了电视 一层呢还有两个餐厅 其中一个餐厅很大 有大大的倒台 整个装房都是白色的 室外玲和姥姥一起做饺子就是在这儿 然后呢一层还有一个小厨房 也有很大的落地窗 应该是连着后院 风景也很好 爱玲经常在这儿做作业 做的间隙就能直接吃饭 也挺方便 然后二层呢除了卧室客房 还有一个客厅 也放了西方人很爱的搭配 就是壁炉 疫情期间呢爱玲没法出去滑雪的时候 就是在这儿自己去训练 空间还是蛮大的 可以让爱玲施展拳脚 爱玲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可以说就是她的房间 还有阳台了 她的房间很大 有沙发 有书桌 最值得注意的应该就是她的墙 她的墙上刚开始挂的是跑步的号码牌 然后呢就慢慢多了滑雪的队符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证书 奖牌 奖杯 到处都贴着她的标签 她房间呢还有一个阳台 特别赞的是呢 这个阳台可以同时看到日出和日落 放眼望去呢 可以眺望旧金山的著名地标 也就是金门大桥 那也能看到海岸线和沙滩上的人 这个景色真的是绝了 总的来说呢 她旧金山的家是美式风格 很温馨也很别致 最大的特点呢可能就是随处可见的照片 和家人和朋友 还有她旅行世界各地的照片 感觉整个房子充满了爱和回忆 除了旧金山的家呢 古爱玲在上海也有个家 古爱玲说她全世界的家都有钢琴 因为她的外公特别的喜欢音乐 她自己呢也是学了很多年的钢琴 上海的家也是随处可见的照片和回忆 爱玲还有一个家呢 是在美国著名的滑雪圣地太号湖 至少有两层 是比较古典和木制的装潢 爱玲呢经常来这儿滑雪 所以雪季的时候 她会经常住在这个雪镇的小别墅 特别可爱的一幕是 雪大的时候呢房子的门都打不开 然后爱玲只能翻窗户出去 然后去缠雪 好吧看完了古爱玲全世界这么多的家 不难看出她的生长条件是相当的优越 那很多人就会说 家境好才有成功的资本 自己根本没法比 可真的是这样吗 不是你别忘了 全红蝉家境就非常的贫寒 从小到大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 但是也没有影响她在14岁的时候就拿到世界冠军 当然说家庭条件很重要的 不外乎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呢是可以获得更开阔的眼界和格局 第二是有资本去发展更多的兴趣和挖掘自身的潜力 比如说滑雪 骑马 弹钢琴 这些兴趣都不便宜 有了这两点呢 可以说他们成功的几率是会大一点 但是呢也只是一点点而已 因为眼界和资源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只是富人能够get到的了 比如说呢 多读书完全可以开阔你的眼界 在网络资源这么发达的现在呢 你也可以上网获得非常多的免费资源 从清华北大到斯坦福到哈佛 其实都有公开课 都是免费可以看的 其次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眼界不够开阔 就多去旅行 见识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 那有人又说了 我没有钱 怎么去旅行呢 当然可以了 我有朋友呢 就是背包客 通过去世界各地打工 然后换宿 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当然也经历了人间百态 那你也可以去住背包客酒店 其实几十块钱一碗的酒店多的是 除非你觉得你又不能吃苦了 第二呢 再来说说发展兴趣爱好 滑雪这类运动呢 确实花费比较高 但是跑步 篮球 足球 这些运动 也要花钱才能做吗 无论你是学习好 有体育特长 还是艺术生 你都可以被国家培养 保送 或者金榜提名 都有免费或者向上学习的机会 那你说没有资源 没法培养兴趣 没法继续学习 可能只是你不够努力的借口而已 所以呢 家庭条件好不好 都可以成功 但是不努力 就一定不会成功 而且我还很喜欢 古爱玲的一点是 他有一种向好力 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 一定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种能力 于是他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然后就真的做到了最好 拿到了第一 事实证明 这种力量真的就能够由信成真 所以呢 有阴谋和羡慕的功夫 不如打起精神 学习古爱玲身上的自信 坚持和努力 你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第一代 我是坤 我们下次见 不如打开 我们下了一天 就会发生了一天 我开始过来的事物